在做創意咖啡的時候 我們把所有的材料切成三部分 就是一入口的時候感受到香氣 就是第一部分 接下來就是這個酸甜感的東西 是第二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喝完之後的餘韻 是第三部分 然後我們分別用不同的材料 去搶到這三部分的東西 那這些果汁類和等爆火結茶就是中間那一部分 那前面香氣的部分我們會用那個精油 我們有低精油在這個香氛劑裡面 就剛才 對 剛才能說是不是有很多人沒有聞到嗎 大家都有聞到嗎 那個杯子的效果 用香氛劑然後噴出一些煙霧去做香氣 但是這個香氣 其實世界賽很多人在做這件事情 用香氛劑用乾冰 用什麼的 製造一些氣體 放到杯子裡面去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可以聞到那個煙霧 可是對我來說 這個東西就是 它像是一個外在人的感受 所以你是靠近杯子的時候你聞到 喝進去沒有 當然只有第一口有這種效果 那接下來就是 杯子裡面還有很微弱的這個香氣 喝進去還是沒有 可是我要的東西應該是 它就是一個飲品 所有的味道就是從這個飲品裡面冒出來的 所以我想要把這個香氣 弄到飲品裡面去 那我沒辦法直接滴精油 因為精油實在太香 一小滴那杯就爆炸了 這樣 所以我用煙霧打出來之後 就是變成微量的一些香氣的東西 然後我藉由壓力把它 就是很快速的融進去 這個液體裡面 不要讓它變成是一個煙霧的狀態 在外面這樣 所以這個選個杯 我咖啡調酒也有用 很狂算的投資 我們兩個是一些騙 那這個東西就是 它有一些那個 比如說Orin 就是線條圈 就可以把它密封起來 所以你就可以灌氣體進去 那一般的Shake杯 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一般的Shake杯 比如說你Shake溫的東西 熱的東西 氣力會膨脹 你Shake兩下就爆了 但這個東西不會 所以它可以讓我Shake溫的東西 雖然這個Shake杯 本來也不是要站中 調酒領域都會灌了兩化碳 讓氣體就是帶 讓那個飲品就是帶有一些吃雞感 有點像汽水這樣子 但是我這次灌蛋器 因為我不想要印象它的味道 那個氧化碳會影響 它的味道非常的激烈 所以我就是用那個氮氣來做這件事 那剛才講完香氣和酸甜感嘛 那魚韻就是用我們做咖啡 因為我覺得咖啡是一個 非常適合表現魚韻的食材 我們一般想到一些食材 你想像到那種魚韻的多半都是 比如說香料類的東西 不過還有什麼 像水果類的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魚韻 我覺得都是偏香氣型的食材 但是咖啡基本上很適合強調魚韻 你吹多一點就都是 魚韻就是超強的 但是你吹多的時候 其實你會犧牲掉一些千段的香氣 你的醋感也會下降 酸甜感也會掉下去 所以就是用這些紅酒吧不回來 所以我待會兒在吹的時候 一樣塞20克 但是我大概會吹到51-52克去 來強調它的魚韻 所以你喝下去魚韻會留很久 然後藉由這些東西 香氣也是很爆炸 酸甜感也是很飽滿 我們就是會變成說 喝進去所有的感受都是很強烈的 都是很棒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 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都無可 我們今天大概是 一段 就 上空了 拍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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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換用香氣 我比賽的時候有專飾管子 但是 再來的時候就要不要la 就用手 米粉進去 我比賽的時候有裝一個管子 生姜 炒熟 酱油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很特殊 吃的蛮特殊的 洗浓一下 洗浓一下 花香配水果的感觉 花香配水果的感觉 那一样就是 因为杯子有限 所以有喝完的话 谢谢 我想说 谢谢 上工通常 有没有 是 用灯状的 鸡的酱 切成 鸡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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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